但是有能力控制住 虽有烦恼吸气不起作用 这个就是无凭位 这个就是功夫成平 功夫成平 这个现象就是烦恼亲智慧着 不会受外面诱惑 对外面一切的这个现象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了 自己在境界里头能做得了主 这就很难得了 保证这一生往生进度 这就对了 在末法时期我们这样修行 这一生决定不坑果 决定有成就 这一位是哈尔滨的同学 他问的 他说我是哈尔滨的居士 我的婆婆得了晚期的肺癌 相当痛苦 作为儿媳 我们非常着急 除了念佛外 还应该做些什么 才能使他减轻病痛 这是一个问题 你给他念佛很好 你问我 还要给他做些什么 我就告诉你 你还要念佛 一行念佛 决定没有怀疑 劝他也一起念佛 决定能够坚持痛苦 会念到纵然他的寿命到了 他往生的时候都没有痛苦 也相信这句佛号不可思议 他还有痛苦就是 念佛功夫不得了 再加工 加身 功夫得了的时候 他痛苦就没有了 这个秉重 在这个临终之前 我早年在美国 华盛顿地西 美国的首都 有一位周广大居士 实在讲 我称他周广大习生 他不是佛教徒 临终也是得他癌症 医院里面放弃治疗了 他们家人 把他抬回家 抬回家的时候 一家都不姓佛 从来没有记错 到这个时候 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 就找佛找道 这才开始去找 那我们那边有一个进宗学会 那他们知道了 这都是中国人嘛 进宗学会有个同修 就去看他 有几个人帮他祖念 就看他 看他之后就开导他 你这个病已经到了无法治疗了 劝他放下 跟他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 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呢 胡比在念着这个世界 这人很聪明 听到之后很有道理 行 你教我什么方法 我就做 三天 三天真地往生 他这三天呢 他痛苦没有了 他告诉他家里 全家人 你们通通给我念佛 送我往生 不要给我医治 他三天真成功 所以我们也证明 弥陀经上讲的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 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的 所以临终善根先前 你跟他讲 他就能接受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临终时候头脑清楚 他不迷惑 不昏沉 一迷惑一昏沉 谁都帮不上忙 只要他还很清楚 全家念佛 佛菩萨 温一身加持 他一定能得利益 如果他寿命 这个寿命不 还有寿命的时候 他会好 自自然然 他会好了 寿命到了 他会很安详的走了 那求生极乐世界 是无比的殊胜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哈尔滨有一位 叫博树文的老居士 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学佛二十多年 他非常想来香港 亲近师父 可是他身患重病 没办法来 他恳请 给他写几个字 这个可以 这一位也是从中国来的同修 他那个后面有没有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弟子学佛已经六七年了 吃肠素也有六七年了 但是病痛很多 体质极差 身体越来越瘦 面黄激瘦 肉不经风 长期也服一额 请问师父如何改变情况 你学佛的功夫不得力 不是在理论上有错误 就是方法上有错误 学佛如果学的面黄激瘦 肉不经风 谁愿意学它 你看看哪一阵佛像 哪一阵菩萨像是面黄激瘦的 我常常说 学佛的功夫就在你面孔上 决定骗不了人 功夫得力了 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什么病都没有了 这个是一定道理 这个道理 科学家都把它做成证明 我常常讲 日本的江本胜博士 他做的水试验 我是两年前 物品发生 从网络上发现的 他把它印出来给我看 四张 我看了之后 我很欢喜 而且难得 他把佛经上讲的证明 那么江本胜并不是一个佛教徒 证明什么呢 证明啊 静随心转 谁 谁是矿物啊 谁是矿物啊 他不是动物 他不是植物啊 证明了他 他会听 他会看 他懂得人的意思 他做试验的时候 是用玻璃瓶 那个长玻璃瓶 长罐的 就是一般人 这个试验室里都有的 这里面装水 看呢 写字贴到他上面 贴到瓶子上面 贴一个小时之后 把这个水 放在这个行为镜底下 去观察 他有图案出来 接近出来 非常之美 图案非常美 你写了算 你不是写 现在他试验 这个试验当中 试验出来 最美的图案 是爱 感谢 这两个字都说 图案是最美的 如果翻过来呢